当前美国政坛的顶尖人物里面 谁的人气最高 恐怕前第一夫人希拉蕊 绝对是当之无愧 上个星期 她出版了一本自她离开公尺之后 最重要的一本回忆录 叫做《抉择》 大家最想期待的答案 是究竟她在两年之后 当她69岁的时候 她会不会出马来竞选白宫大位 那个抉择在这本书里面有答案吗 没有 希拉蕊只是淡淡地说一句 她目前还没有做最后决定 尽管有将近七成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认为会支持她出来竞选总统 将近有六成的全美国人民 包括了共和党在内 都认为她会是一位称职的领袖 但即使如此 她如今还是非常谨慎地 不做任何的表态 其实希拉蕊自从上次竞选失败之后 她变得更加的谨慎 她也变得更加的活跃 来展示她的能力 很多人说 她最吸引大家的能力 也最让这些妇女们折服的 就是她的坚韧 她的坚持 以及她对妇女的地位的敏感跟重视 有一个故事流传很久 当希拉蕊当国务卿的时候 她在欧洲接受了一个女记者的电视访问 这位记者想大家缓和一下气氛 竟然问了一句问题问她 请问国务卿你最喜欢的服装的形式是什么 希拉蕊哪知 她的回答竟然是正色地告诉这位女记者 如果我是一位男的国务卿 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吗 言下之意 她觉得千万不要用性别的角度 来看我的公职服务 这个回答应当初那位女记者不知如何做好 也显示了希拉蕊 她的厉害 精明 以及她非常肯定专注自己的一面 也许这一切 就是她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来看看她这一路 从当初的白宫第一夫人 历经了哪一些的坡折 走到如今这一步 她的声望究竟怎么养成的 当然大家为什么对她的未来 有如此高的期待 几乎就认定 她将会是美国理智商的第一位女总统 会吗 答案不知道 两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就看未来 不过你可以看一看 从希拉蕊的成长过程当中 她绝对不是一个轻易接受失败的女性 微笑挥手 穿上桃红外套的希拉蕊 为新书举行签书会 她正期待同时酝酿一个新的开始 尽管新书说的是担任国务卿四年 面临严峻国际情势 她如何折冲穿梭 而各方心知肚明的是 这是她参选总统之路 计划中的一环 她的高人气从签书会现场大排长龙极可窥知 她的崛起绝不是柯林顿夫人或国务卿等头衔这么简单 希拉蕊靠的究竟是什么 出生芝加哥富商家庭 家里还有两兄弟 从小母亲就教导她 被欺负要反击 想成功就要比男生更强 威斯利学院的毕业典礼 她是校史上第一个发表演讲的学生 自信与干练学生时代表露无遗 随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 克林顿是少数敢与她接触的学生 两人拍拖四年结婚 希拉蕊也在毕业后开始了律师生涯 她对经营自己与事业向来有想法 即使成为州长夫人 白宫第一夫人 态度始终如一 美国人民对这点不陌生 我认为我能够在家 我能够在家煮的烹饪 但我认为我能够成为 我能够成为我的专业 我能够成为公司的专业 从不认为女性是男人的附属 完美又有自信的人生 却有个她一辈子得面对的丑闻 丈夫背着她在白宫 与实习生陆文斯基偷情 当时外界揣测 被有离婚协议书的希拉蕊 会离开克林顿 但是她没有 而且在人前从未口出恶言 克林顿对她坦白那一刻 即使心痛到无法呼吸 但她忍住悲伤 把哭红的眼藏在墨镜后 坚强使人 我失败了人 包括我妻子 我深厉害了这件事 隐忍陪伴克林顿 走过差点遭弹劾下台的危机 总统任期结束后 希拉蕊说 因为庞大的律师诉讼费 家财散尽 我们从白宫出现 不仅是死亡 但在贡献 我们当时到那里没有钱 重提不堪的往事 或许是为了炒新闻 但即使当时身无分文 夫妻感情不如以往 希拉蕊并没有因此离开克林顿 却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路 然而先靠演讲吸金 重新累积财富 平均每场高达 20万美元的价码 2010年 柯林顿还曾旋风来台 现任后魅力不减 成了柯林顿最大资产 希拉蕊在华府找到另一个舞台 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刚在2006年 第一次搅逐宗宏大卫 但挫败像婚姻危机一样 打不倒他 这段期间 希拉蕊塑造完全属于 自己的政治形象 在人前永远的自信与坚毅 不曾看到她流泪软弱 即使角逐总统输给欧巴马 她也展现政治家风范 接下国务卿职务 虽然不是首位女性国务卿 却也开启了希拉蕊式的外交公园 四年共出访 112个国家 堂堂一位国务卿 而且还是女性国务卿 但她对自己的不修蝙蝠毫不在意 The scrunchie chronicles 112个国家 还真是关于我的髮 我从这四年 因为我认为总统职务卿 我还要去112个国家 我已经在船船 有很多天 我没有时间 堅毅自信 或许就是最佳答案 若没有经过当年的风风雨雨 希拉蕊或许不会走上参选总统之路 在民主党人气红不绕 这真的不是不可能 在忍辱负重 胡等欧巴马八年任期结束 希拉蕊成为问鼎下届白宫呼声最高的人选 而美国将史无前例改写历史 柯林顿这回得倒过来当白宫的第一先生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